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日法澳举行联合军演四国军舰现身东海 日媒称演习重点是离岛登陆和巷战 至少44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印度发现的变异病毒 亚洲多国疫情升温同时面临疫苗短缺 全球芯片告急 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资超过4500亿美元 实现综合半导体强国目标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边境屯兵9000人 同时美国五角大楼突然宣布 考虑从以色列撤离120名军事人员 外界担忧巴以可能爆发地面冲突 当地时间14号 以色列军队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生产银行总部 法新社的记者拍到了空袭瞬间 大楼及附近建筑在浓烟中请客变成玛丽 法新社报道称 周围人群先因为爆炸声惊慌了一阵 但很快就有人开始哭喊 因为自己的家人还在大楼内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 跑向被袭击的大楼寻找幸存者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是本周以色列摧毁的第三家哈马斯银行 乙军表示空袭狠狠打击了哈马斯金融网 因为该登行负责管理哈马斯及其军事部门的日常现金流 14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城镇拜特拉西耶 拉法特塔纳尼一家的葬礼正在进行 拉法特和他怀孕的妻子拉维亚 以及2到7岁的4个孩子 都在前一晚的乙军空袭中罹难 周围居民说空袭开始前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 拉法特一家所住的楼房 遭到以色列战机轰炸后倒塌 楼房的房主和他的妻子也同样丧生 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 人们也在为乙军空袭中的遇难者举行葬礼 其中包括两名婴幼儿 15个月大的伊普拉辛和他的叔叔里德兰提西 24岁的年轻妈妈扎米勒和他两岁的女儿乌尔 都丧生在以色列对拉法的空袭中 在加沙地带北部城镇拜特哈嫩 当地居民也表示 他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遭到空袭 有很多平民受伤 我们在家里边,我们连崩了 我们不见到尻封尸的封封封封封封尼 都是我们全梦的封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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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尾 実有封封封尖封封封封尾的封封封封尾 在这里没关注到封封封封封尸封封封封封尸封封封封尾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5號報道稱 加沙地帶已有30多所學校 被以色列砲擊破壞 目前加沙已經沒有任何 可以使用的學校了 而在這一輪的衝突中 很多兒童無辜喪生 自10號以來 以色列與加沙地帶 武裝爆發嚴重衝突 加沙地帶武裝人員 迄今向以色列發射 2000多枚火箭彈 造成乙方7人死亡 100多人受傷 乙軍展開報復行動 空襲和砲擊 加沙地帶武裝組織上千個目標 加沙地帶衛生部門14號晚說 乙軍的空襲和砲擊 共造成八方126人死亡 950人受傷 死者中有31名兒童和20名婦女 據美聯社報道 截至14號 乙軍已經在加沙地帶邊境 部署了多達9000名預備役士兵 並隨時可能發動全面進攻 有媒體分析稱 乙軍仍在準備進攻所需的 坦克炮彈士兵 短時間內不會進入加沙地帶 同一天 巴勒斯坦 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 下屬武裝派別卡桑旅 警告乙軍 不要在加沙地帶 發動任何地面行動 否則將面臨殘酷的教訓 另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的報道 五角大樓出於高度謹慎之目的 將考慮把120名軍事人員 從以色列撤離 美軍退役將軍指出 要讓美軍人員遠離危險 現在有消息美國人要把120名人員撤離 其實這也是反映了當前 巴以之間這個衝突 受不向時空的方向發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人的這個舉動 實際上也是壓力的一部分 我們試想一想 如果美國人離開地位的什麼 我不管了 這個東西太危險了 你們愛這麼做 無獨有偶 據最新的消息 以色列的一個媒體透露 有以色列的一個高層人士 跟他們家聽火協議 很快就會達成了 因為雙方必須見好就此 一方面國際社會的壓力已經足夠大了 持續時間越長 以色列麻煩越大 哈馬斯也是如此 所以在最危險的時候 也許就是衝突降低的時候 巴以雙方的持續衝突 也在多個國家掀起了 多輪抗議示威的浪潮 在約旦河西岸的 巴勒斯坦自治區城鎮拉姆安拉 憤怒的民眾走上街頭 抗議以色列的空襲行動 示威人群靠近北部邊界地區時 與以色列安全人員發生衝突 以方用防暴車發射 催淚瓦斯驅散人群 巴方民眾則點燃輪胎 阻斷防暴車的行進道路 另一方面 阿拉伯國家迅速行動起來 就衝突召開緊急會議 強烈譴責以色列 而歐洲行動迅速 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 呼籲雙方各退一步保持克制 法國和德國呼籲聯合國 儘快召開安理會 具體討論巴以局勢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14號也發表聲明 呼籲各方立即結束 在加沙地帶和以色列 發生的武裝衝突 針對巴以衝突 中國也多次表示 譴責針對平民的暴力 呼籲各方 特別是乙方保持克制 避免造成更多人員傷亡 近日 美國 日本 法國 澳大利亞 四國聯合軍演 胡線二一在東海展開 四國的軍艦也一起現身東海 美國海軍則高調公佈了 此次演習的畫面 四國軍艦現身東海 從5月11號開始 美國 日本 法國 澳大利亞 四國聯合軍演 胡線二一在東海展開 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消息 14號在日本九州島以西的東海 發現四國軍艦 分別是美軍的 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 新奧爾良號船誤登陸艦 米利厄斯號導彈驅逐艦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 伊士號直升機驅逐艦 大嶼號坦克登陸艦 金剛號驅逐艦 朝日號驅逐艦 神通號護衛艦 法國海軍的雷電號兩棲攻擊艦 以及澳大利亞海軍的 帕拉馬塔號護衛艦 就在同一天 美國海軍還首次公布了 四國軍艦聯合演習的畫面 但美軍並未說明 進行演習的目標海域 日本媒體當天還公布了 這些軍艦從日本出發 前往東海的畫面 日本長期放縱報導 14號清晨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 宙斯頓護衛艦 及大型運輸艦 法國海軍的兩棲攻擊艦 澳大利亞海軍的 護衛艦等十艘軍艦 離開了位於佐世堡的港口 四國軍艦將前往 日本九州西方的東海海域 並實施艦隊反導防空訓練 以及反潛訓練 日本防衛省強調 這是美日法澳四國 首次在東海海域 實施聯合訓練 四國連演各有盤算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此次美日法澳 四國聯合演習的主要內容 是離島登陸和巷戰 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日本陸上自衛隊 法國陸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相浦基地 舉行城市巷戰訓練 總計約220人參與 包括日本陸上自衛隊 離島防衛專門部隊 水陸機動團約100人 美法各約60人 這是三國陸上部隊 首次在日本國內進行聯合訓練 第二階段 日法艦艇將聯合向橫跨 宮崎縣和路爾島縣的 誤導演習場 投送部隊進行登島作戰訓練 同時日美法和澳大利亞海軍 將在東海展開聯合訓練 目前演習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 14號 日本自衛隊 美軍法軍三國部隊 開始在陸上自衛隊 誤導演習場展開聯合訓練 日本陸上自衛隊約100人 美國海軍陸戰隊約60人 法國陸軍約60人 將實施使用美軍魚鷹運輸機 及直升機投送部隊的訓練 還將實施巷戰訓練 當天下午四架用於巷戰訓練的 美軍魚鷹運輸機 已經飛抵海上自衛隊陸屋航空基地 日美聲稱 四國除了在東海海域 進行反倒反潛演練以外 都將圍繞著躲倒這一概念進行 從整個一個四國參加演習的情況來看的話 各有自己的盤算 日本當然要拉有關國家進行躲倒演練 那美國其實也就是順了日本的旨意 因為投入日本所好 成了美國的對峙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那麼從澳大利亞來說的話 完全是過來湊熱了 它派出的護衛艦主要是擔負海上兩棲編隊的航渡安全 也就是說護航任務 更多的是表現出一種 它就參與到美國主導的海上兩棲作戰演習 那麼從法國來說的話 它更多的也是顯示存在 當然法國還有另外一個頭謀 就是要推銷它的兩棲作戰艦艇 所以四個國家表面上看 是合到一塊進行兩棲作戰演習 但是各有各的算盤 很難形成整體的兩棲作戰能力 島礁作戰已經成為美軍近期 在亞太地區演練的重點 尤其是所謂的太平洋跳島戰術 更是重中之重 就在4月26號 美軍還公布了在沖繩進行跳島演練的視頻 參演部隊需要在偏遠島嶼上 迅速建立臨時指揮所和戰機加油點 太平洋跳島戰術是美軍2018年 開始重點演練的作戰概念 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一種海上游擊戰 也就是放棄傳統的正面攤頭登陸 利用空中優勢快速將小股部隊運送上島 同時確保部隊有強大的火力配備 足以遏制敵方從海上或空中發起反擊 速戰速決 靈活機動 4月29號 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日本富士山腳下的富士訓練場 展開了一場為期10天的火炮實彈演練 美國《星條奇報》表示 這場演練並不簡單 參演的人員和裝備都來自上千公里外的沖繩 在進行火炮射擊時 一線部隊收到的具體指令 也是由射在沖繩的司令部發出的 美媒透露此次演練是美軍陸戰隊 強化島礁作戰能力的一環 只在檢驗部隊分散部署時的通信 與後勤保障能力 據統計 已經有至少44個國家和地區 出現了印度發現的新冠變異病毒 韓媒認為疫情的走向 與疫苗的接種率直接相關 但無奈的是 多國已經無瞄可達 據印度衛生部15號最新數據 印度新增32萬609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病例達2437萬例 累計死亡病例達266207例 確診病例數居高不下 疫情向農村發展的趨勢愈發明顯 在一些地區的公立醫院 所有的床位都住滿了人 其中甚至有一些床位 同時躺著兩名患者 據印媒報道 目前印度約有40%的新冠肺炎患者 來自農村地區 農村的醫療衛生體系已經開始崩潰 在比拉瓦初級衛生服務中心 一名病人只能靠自己的家屬 進行按壓搶救 在印度的一些農村 土包焚營到處可見 河邊的土地被焚燒焦黑 據印媒報道 印度比哈爾邦決定做一個藍河網 以阻止北方邦遺棄屍體沿河流入 當地時間5月14號 印度總理莫迪表示 印度正面臨著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政府正以戰時狀態 應對第二波新冠疫情 更為嚴峻的是印度 印度的疫情外溢 據世衛組織12號表示 已經至少有44個國家和地區 檢測到了印度發現的 變異病毒存在 皮里印度的尼泊爾率先淪陷 3月份 尼泊爾每天報告 新增約100例病例 而5月14號 尼泊爾報告的 新增病例已達9000多例 有報導指出 一些地區的感染率已高達90% 泰國的疫情也陡然升溫 今年3月前 泰國累計確診病例 有2萬8千多例 但僅僅過了一個月 累計確診病例數 就達到了7萬8千多例 當地時間5月14號 位於曼谷近郊暖吳里府的 泰國最大方艙醫院 揭幕啟用 該方艙醫院建立在 當地的國際會展中心內 主要用於收治輕中度新冠肺炎患者 醫院分為ABC三個區域 共設有5200張病床 而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地區 泰國政府則積極鼓勵居民 接種新冠疫苗 據報導 目前泰國約7000萬人的 全國人口中 接種一劑以上疫苗的比率不到2% 韓媒認為 接種率超過45%的國家 確診患者數量將明顯減少 而接種率超過25%的國家 確診患者人數也能實現緩慢減少 不過無論是印度尼泊爾還是泰國 疫苗接種率都很低 事實上 亞洲多國都面臨疫苗短缺的問題 據印媒報導 由於疫苗短缺 在印度城市地區 很多疫苗接種中心不得不關閉 而在農村地區甚至沒有建立疫苗接種中心 打完第一針就無以為繼的情況 比比皆是 根據印度最新政策 有資格接種疫苗的人數約達9億人 這意味著印度需要18億劑疫苗 目前印度兩家疫苗製造商的月產量穩定在1億劑左右 即使完全暫停出口 要為印度18歲以上的公民完全接種 也需要一年半的時間 面臨接種困境的還有韓國 據報導 韓國3月下旬開始進行疫苗接種 但迄今僅有7.2%的民眾接種至少一劑 近期韓國疫情再次趨緊 本週已連續兩日單日新增確診數700例以上 韓國民眾紛紛開始強打疫苗 僅13號一天就有112萬人預約接種 但疫苗供不應求 難以滿足突然激增的預約量 相比韓國日本的接種率更低 據報導 目前僅有2.8%的日本民眾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 但是與其他國家疫苗儲備不足不同的是 日本約有2000萬劑輝瑞疫苗正放置在冷凍庫裡 據統計日本全國目前有超過1萬處 可供接種疫苗的會場 日本政府計劃增加到4.5萬處 但這一規模的接種點 共計需要12萬名醫生和護士 而目前從事接種工作的醫務人員 只有4萬人左右 據日媒14號報導 日本首次確認一例印度發現的 變異病毒社區感染病例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認為 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 正在東京市內擴散 全球芯片緊缺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三星的平泽工廠宣布 計劃在未來10年內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製造基地 借機搶位實現半導體強國目標 13號韓國總統文在寅在三星的平泽工廠宣布 計劃在未來10年內斥資約4500億美元 建立全球最大的芯片製造基地 誓言要實現2030年 綜合半導體強國的目標 2020年下半年起 全球汽車行業開始出現芯片荒 此後蔓延至智能手機 遊戲機 甚至家電領域 根據此前高通公布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 缺芯已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全球至少169個行業 而這一危機很可能會延續到2022年 據韓聯社報導 在這一背景下 韓國政府將在京畿道和中青道 規劃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K半導體產業代 旨在建立起 即半導體生產 原材料 零部件 設備和尖端設備 設計等為一體的高效產業集群 為此 韓國政府設立了半導體設備投資特別基金 並將半導體研發稅額抵扣率 提升至40%到50% 幾乎相當於直接免除了一半的賦稅 扶持韓國企業搶佔高地 13號 韓國三星電子表示 計劃到2030年 在非存儲芯片領域投資171萬億韓元 約合1519億美元的金額 挑戰台積電全球第一大晶圓代工廠的地位 韓媒稱在全球缺芯愈演愈烈的情況下 三星電子希望把握投資半導體的黃金時間 現在我們在巨大分數量上位置 今天的投資和行動會 韓國販土產業的未來 韓國的三星電子公司和SK海力士 是韓國半導體數一數二的頭部企業 在全球存儲半導體市場上 擁有壓倒性優勢 但是存儲半導體僅佔 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額的30%左右 剩餘七成的市場份額中 韓國企業並不佔優 韓媒認為在全球半導體比拼中 韓國既要在存儲芯片領域 進一步拉大技術差距 更要儘快為韓企 趕超市發展系統芯片業務 奠定堅實基礎 更多內容一起來看素揽 據韓聯社報導 14日韓國法院對引發軒然大波的 虐童致死案 證人案 進行一審宣判 判處證人養母張某無期徒刑 判處養父5年有期徒刑 此前檢方建議判處養母死刑 2020年2月 8個月大的證人 被一對夫婦收養後 長期遭受虐待 不幸在16個月大時死亡 在他去世後 被發現全身多處骨折 且內臟受損 引發全民公憤 韓國國會隨後通過了 加大對虐童行為的處罰力度 當地時間14號 印度阿薩姆邦 發現18具野生大象屍體 印度森林部門的初步調查顯示 這些大象很可能是被雷擊致死 如此數量的大象被閃電擊中死亡 在當地前所未有 也有環保組織分析 根據視頻和圖片來看 不太像雷擊致死 也有被毒死的可能性 由於人類活動增多 棲息地減少 以及非法狩獵等原因 自2013年以來 當地已出現100多起 大象非正常死亡事件 又到了日本京都市 一年一度的鴨子搬家祭 這次搬家的主角 是三月末出生的12隻小鴨子 從出生地耀法寺出發 目的地是約700米外的鴨川市 互送他們搬家的路上 有人打散 有人噴水 還有的用紙板圍住鴨子們 以防走失 在越過了最大難關 人形横道後 終於成功入住新居 從15年前起 每年都會有成年野鴨 來藥法寺里的水池敷小鴨 當小鴨子長大一些時 就會被護送到 生存空間更廣闊的鴨川市河中 近日 日本神奈川縣橫濱 一名男子飼養的一條 長3.5米 重13公斤的網文網蛇 于6號出逃 當地出動了警察消防員 動物保護中心職員等約100人 組成搜索隊 展開了大規模的搜索活動 截至14號 搜索隊 依然沒有發現蟒蛇的蹤跡 近段時間 神奈川縣最高氣溫為25.6度 專家稱 網文蟒蛇在這樣的天氣裡 將變得更加活躍 近日 泰國曼谷一名司機 分享了自己死裡逃生的可怕瞬間 當時 他正在高速路上行駛 突然一個輪胎飛過來 砸中了他的汽車引擎蓋 引擎蓋立刻冒出濃煙 視頻顯示 這個輪胎 從對向車道的一輛卡車上掉下來 然後飛過中間的隔離帶 事後這名司機說太幸運 輪胎並沒有飛得更高 否則他就會撞到駕駛座 聖彼得堡 愛樂樂團是俄羅斯歷史最悠久 最優秀的交響樂團 13號 樂團迎來百年慶典 並同時推出了雲端曲庫 收錄了樂團成立以來 所有音樂會曲目 據俄媒報道 1941至1944年 列寧格勒保衛戰期間 蘇聯著名作曲家 肖斯坦科維奇 為歌頌蘇聯軍民頑強奮鬥的精神 譜寫了C大調第七交響曲 愛樂樂團在戰火中演奏了這首作品 為人們帶去了勝利的希望 日本新冠疫情持續惡化 菅義偉政府14號晚宣布 北海道 岡山 廣島 也進入緊急事態 目前除了以上三個道線 還有東京 愛知 京都 大阪 兵庫 福岡 總共9個都道府線 宣布進入緊急事態 此外 據日媒報道 目前已有超過35萬人簽名 要求停辦東京奧運會 有持悲觀態度的日本民眾表示 現在大多數日本人都沒接種疫苗 在這種情況下辦奧運 作為東京民眾感到很危險 因國際疫情形勢嚴峻 國家體育總局14號發布通知 決定停止2021年春季 珠峰北坡登山活動 珠峰位於中國和尼泊爾邊境 其南坡位於尼泊爾境內 北坡位於中國西藏境內 據了解 2021年春季登山季 西藏雅拉湘波探險服務有限公司 是唯一在北坡取得 組織攀登活動許可的組團商 共有21名中國籍登山者 獲得攀登許可 好 更多內容 您還可以通過央視網 央視頻 以及今日亞洲的官方微博 點擊查看 新亞洲 文天下 感謝收看 再會 新闻 新闻 明星期待 新闻 周旬 平均 上